而且你們是接下來就要去露營 嗯 好好喔 那也不是全員到家 真的嗎 請問去 用妳要工作 不一樣好像要手續這樣 她到底好了沒 她怎麼可能好了 因為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我看到她去跳校園 我氣炸 是要罵她 我有嗎 應該要吧 我就說請問去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Live嗎 對這是今天嗎 這是什麼的 就有好幾次了 妳跟我的反應一樣耶 我在看到她余百那集播出的時候 我還傳訊息說 天哪妳是小強嗎 恢復能力超強的 她說沒有啦 那是之前錄好的 我說嚇死本來要罵她的那種 妳可以嗎 基本上現在是活動也都可以 活動出席沒有關係 她就會腳仰 就會上去跳 但我也覺得說 妳肌肉力量不能掉 妳還是要走路啊 但是因為跳舞 是不是可能會需要扭腳 所以偶爾就會覺得說 咳咳 妳就是因為這樣 觀眾都不知道妳少會多走 對啊就好像妳 跟沒事的人一樣 對 欸要好好保護她耶 她現在是妳們最珍貴的 資產之一 嗯 對 未來的演藝事業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是只有這個當下 可是那一天 在比羽球的時候 我們不是離妳們 其實有一段距離嗎 嗯 然後我其實有聽到 啪這聲音 我心裡就這樣 完了 那天呢 其實她跪下去的瞬間我就哭了 因為我自己斷鍋嘛 嗯 完全沒有任何人碰到她 跟我的情況似模一樣 但是那一下下去的時候 我就這樣 完蛋 欸還好就是製作單位 沒有把那個畫面在 幫大家重播 要不然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哭 沒有幫大家重播 大家會做噩夢 很不舒服 對 就像之前NBA球員 有那種腳斷掉 那種骨頭直接餵了 我也是做噩夢 對啊 很可怕 那個好可怕 網路上找到一堆那個東西 對 好可怕 可是 就據她描述 就我們看起來 其實她就是會有那個 那個聲音嗎 對啊 太似曾相識了 那是我的噩夢 所以我 而且重點是 她還很瘋狂的說 我想搗完 大家妳可以搗 我心裡一直有過 小姐拒絕她 拒絕她 拒絕她 還好她有異正言辭的拒絕了 要不然我就覺得 這樣下去真的不行 嗯 我覺得這是我這樣下去明星 那會最難過的一件事 嗯 我覺得第一次難過是 取揚的退 沒有辦法去比賽 嗯 然後再來就是 下不揚 因為我真的好希望看到她哪一座MVP 對 那時候 其實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算是 就算是很多時候覺得 咬線不好很做 其實捏從來真的覺得說 欸不要打了啦 不要打了 嗯 那她就是 跪下去瞬間 我真的 不想打了 就是 不要繼續了好不好 我們好好就好 對不要 自己戴好會就好 所以 後來打第三點之前 巧褲球吧 嗯 我第一次看黃神欸 我多黃神 我走在走上 我沒有幹嘛囉 然後我要走進休息室 我走錯欸 我走到黑衣服的休息 裡面都是裁判老師 蛤 然後轉過來她說 欸小花老師 嗨 嗨什麼 不知道要打招呼嘛 裡面都是老師 嗨 我走錯了對不起 也沒有幹嘛 天啊你真的黃神 對啊 我真的會 而且真的就只有你們了 這幾個人一起經歷過這幾個月的時間 才知道彼此的感情有多好 像我這種 就像去打醬油的 然後去 勝求打 寶貝 我們跟你改天 是沒錯 我真的超愛去跟他們一起打排球的 嗯 真的很愛 如果要真的說 三隊裡面打排球的氣氛 我真的很喜歡跟你們練 真的假的 我們自己都覺得我們打排球的時候很那個欸 就會吵架啊 對我們會吵架 而且 就是因為會吵架所以我才覺得有趣 這才是人生啊 我沒有辦法想像 不吵架 因為 練習過程中一定會有問題啊 就會有磨合啊 然後在那個當下 我喜歡當一個旁觀者吧 然後看著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很有趣嗎 那不代表我們 極有趣 吵得蠻兇的啦 是蠻兇的 蠻兇的 蠻好笑的 就是教練跟我會在旁邊看 然後看說 這幾個人到底什麼時候要吵完 他們是不是不知道 好像我教練在這裡 對 會這樣子 對啊 我有時候想說 你們為什麼不聽教練的 我們幹嘛吵架 對啊對啊 幹嘛吵架 教練在旁邊咩 我們就 你知道小朋友吵架都會 怎樣怎樣吵一吵 然後就說 媽媽你看他 對 你們完全沒有想要叫 就媽媽的意思 對 我們就是決定自己要這樣做 硬幹到底 好煩喔 很好笑 而且現場真的有打排球經驗的就是 梅一個 普洋 跟普洋 沒了欸 然後大家還是覺得 自己可以找出一個所以然 所以我覺得這才有趣 對對對 全民心運動會的排球賽 也有一個特別的規則 就是女生攻擊的時候 男生是不可以難忘的 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突破點 所以我去三隊練習 我都很認真跟他們講說 你們女生最好可以練出 一個攻擊手來 那就會是你們很大的一個優勢 我三隊都有說 可是到了正式比賽的時候呢 沒有一個人願意給女生做攻擊 對 球沒有過來 對 沒錯 我覺得蠻可惜的 要不然我很想要看 因為其實 練到後來 連一一都可以打到她想要的方向 欸 我覺得這超狂的 什麼叫連 不是啦 啊不是不是連 連我的話都比你強 還對 連這個字 連這個不太好 去掉 就是一一她都可以打錯 因為 就你們四個女生看起來 一一在接排球的部分是 偏比較沒有那麼的穩定 可是她後來都可以很穩定的去揭發 然後 可以做出攻擊 你可以聽得到那個排球打下去的聲音到底炸不炸實 一聽就知道啦 最會發球的隊友是誰 有漢子吧 哈哈哈哈 詳情請看 總冠軍賽 對 這算不算棒欸 那是最後三年才開始會發球的 喔 紅隊裡面最討厭排球的 一開始有些漢子 沒有漢子 我現在不知道最討厭排球的是誰 我們隊長可能沒有最討厭排球的 應該沒有 那你們有最討厭的項目嗎 我的話是排隊啊 喔對啊 要不是因為我 比克九羽球做球 要不是因為我們老爸長得帥 可能也不會帥 哈哈哈哈 對 而且他是手把手交 對啊 他會在你後面 我要演示 等一下 你先回 我先回 假裝他是桌球拍 OK 好這樣 對啊 來囉 聽起來超怪的 我跟你講 他會先禮貌的說 我要觸碰你囉 我來囉 我來了 聽起來超怪的 OMG 但可以就是接受他的專業指導 我覺得是一個福氣 對 也很幸運 真的差很多耶 就是 經過他之後 經過他的調教 對 所以 所以桌球做到的時候也是滿常覺得對不起 其實你們桌球打得很激烈 但我覺得可以再 再更有攻擊性一點 因為我每次在播 你們的比賽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嗯 你們練習狀況其實都挺不錯的 蠻好的 然後工作人員就會問我說 因為他們都會問說 你們覺得今天誰會贏 我就會說55波55波 他們是不是有在唱 我懷疑有 哈哈哈哈 你有加入嗎 沒有我都沒有加入他們 因為我真的覺得 很多時候都是55波 嗯 像排球就真的是55波啊 這三隊都很強啊 法盒就算了吧 法盒就算了吧 法盒就算是一波 一波沒了 嗯 紅隊一波流帶走 一波 那個 喔 桌球 可是我覺得桌球 因為我有看一些網友留言 我現在已經不看 我把地下根拼子刪掉 嗯 但是之前我有看的時候 我就有大家說 為什麼小潔要給這麼多保守的指示 嗯 對 可是我自己在打的過程中 是 我有發現說 他是知道對手的弱點跟強項 嗯 所以他給的保守其實是一種攻擊 是誘發對方失誤的攻擊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狀況 沒有好到可以hold住他的那個 我自己會心急 就是執行他的那個想法 我會想要做更多 我會想要做更多攻擊 嗯 包括桌球也是 包括最後的羽球也是 都是因為我 想要更有 威脅性 嗯 所以就是被對方抓到 或是自己失誤 所以他每次說 我們保守不用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我就會 蛤怎麼辦 我好想要怎麼樣 好想要多做一點 對 但是我都有聽他的話 可是在那個過程中 在對戰的過程中 有一些些東西是 其實很難欸 我知道你有這種指示 可是我本能性的就是會 有的時候會做不到 對 有的時候我也會講說 嗯 就是降在外居民有所不受 所以當上場的人才知道是 情況最清楚 尤其是他本身有能力 去判讀現場狀況的時候 他可以自己去做決定 嗯嗯 而且是我做的決定都清楚 這個就是前提 就是說 他們要非常了解自己 對 對 所以拍累 我不喜歡拍累就這樣 他真的超討厭拍累 我想要 肢體接觸 啊 哈哈哈哈 肢體接觸的那一種 可以跟大家貼在一起的 對有一點溫度溫暖的 對啊 不需要太聰明的運動 所以你最喜歡拔河 喔超愛拔河 但是拔河也需要聰明啦其實 對 而且要聰明的吃 才可以變胖 對 好可怕 拔河或龍舟大家都想說 紅隊就是有暴力的項目就會贏 欸沒有欸 欸沒有喔 運動科學欸 對啊 從那個訓練方法上 就很科學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在比拔河的時候 我們就在猜 到底紅隊會幾秒贏 喔你們不是猜誰贏啊 對我們不是只有猜誰贏 我們是猜時間 秒殺是多秒 10秒也是秒 20秒也是秒啊 所以我們就看了一下 太誇張了 四季以來最強的拔河隊 紅隊 然後還有什麼是最強這一季 四季以來最強的羽球實力 藍隊 對 真的 對 大家不要看就是 德德跟 君倫的那一場比賽 就是組合式可能比較多失誤 他們在平常練習的時候 神檔殺身符檔殺夫 而且他對於其他的隊友 是真的蠻凶的 在嚴格執行上面 而且我覺得他們練習的時候 非常的有趣喔 他們只要開始有一點 嘻嘻哈的感覺 因為鴻軒他都會帶氣氛嘛 希望大家可以更快樂一點 開輕的練習 開輕的練習 然後但是如果說 再打友誼賽 然後分數開始有一點點落後的時候 德德就會出身 很像教官這樣 他也是自詢 他是藍隊的教官 對 他是教官 忍著一點喔 不要嘻嘻哈喔 我的旁邊就會忍不住 我要忍不住 我不跟你笑 但我又很喜歡看這個過程 好舒服好棒喔 那我們應該要 要帶允潔學長有來 待會兒那時候 救你來 對啊應該要的 允潔學長也是 嗯 嗯 我知道 喔你知道喔 因為畢竟羽球是他強項嘛 會 他會特別的希望你們好 就說 我能丟我的面子 之類的 還有什麼啊 嗯 筆克球你也不喜歡 筆盤盤子我都不喜歡 對啊 可是我好愛敵克球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真的 可以值得推廣給多 哈哈哈哈 講超保守 那賽季結束之後 有沒有特別要忙什麼 嗯 開始演戲吧 本來要拍 本來要拍的一個片子 也延期了 所以現在計劃過紀錄片 嗯 自己拍 自己拍 已經有一個想法 之前就一直有在拍 嗯 可是就是 不是否給觀眾看 喔 對 是 叫做影像加速 嗯哼 是在 檢索的 壽行人 跟他們家的同學 跟他們家人之間 對 現在有點想說 這也是一個蠻 可以給觀眾看的 那種 應該依靠的事情 是不是很嚴肅呢 不會我很期待這樣的片 真的啊 對我喜歡 我怕你一講出這些計劃以後 就變得很嚴肅 不會不會不會 我本身是一個非常不喜歡拍照的人 我也是欸 超討厭 不要不是準明星名為 你再去往前翻我的IG 我其實很少 發文 變成這樣單位 嗯 然後 他們第一次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我們一一是社群主啊 對 因為翻大人的IG 大家不可惜 你去玩IG才兩千多人 嗯 對啊 對啊 這真的是你的公眾帳號嗎 我說我只有一個帳號 你到底有沒有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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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有吧 沒有這不叫做經營 這不叫做經營 小編生氣 我就是小編 我就是本人我 一就是你們小編 一小編生氣 對一小編他是主任 對 主任生氣 然後我之前不是有得過一個MVC嗎 大家在後榜 對 有一天就問他說 小包的MVC 你有什麼遊戲的我感想 然後我說 我就很好他應該被看到吧 他IG趕快破萬吧 然後我就想 我都不在意的事情 就是他們都幫我在意 對啊 對 誒說到社群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講一下 洪軒他很暖的地方 黃洪軒藍隊的 他幫MIKI就是成立了那個後援會 誒這可以講嗎 可以吧 是喔我以為這是一個秘密 真的嗎 嗯 不是吧我覺得他很暖的 超暖的 大家都以為他暴衝 沒有 在所有的藍隊的隊友的心中 他的暴衝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完全接納他 所以他們不會覺得那叫暴衝 嗯 暖過頭超暖 我也在LIKI的那個裡面 然後我們這週播出的時候 藍隊不是替了紅隊光頭嗎 嗯 裡面都在寫說 這是我們最好的聖誕禮物 然後我聖誕姐在工作嘛 然後我就滑掉 那我的聖誕禮物呢 被拿走了 手抖 哭起來 一一都說你幹嘛加LIKI的粉絲會不會 我說 因為我也喜歡LIKI啊 所以就加進去了嘛 對就加進去了 但想不到還要看到這些 天啊刺 刺痛 這就是最棒的聖誕禮物 好 聖誕禮物被拿走了 對被拿走了 欸我說真的我覺得我有點驚隱 就是 我一直反覆的 就明明知道跟自己沒有關係 你就會覺得說 那天如果有錢拿好的話 嗯 就不會把你重視 然後 但你知道這很那個 就是 我懂你的心情 對 但其實 我一方面其實很替Yuri開心 是因為他那場比賽 他真的打得不錯 嗯 而且我們 我們練羽球的時候我有去嘛 然後我也是跟Yuri搭 我會在後面 因為我都打後排 所以我都會叮囑他前排要做好的事情 一定要幫他們先 先當 單下來 所以他那天發揮得不錯 那些市場就是 爆本人 沒辦法 食拍類的運動就是你 有的時候會想要 多做一點的時候就會 比較多失誤 但那天失誤最多不是你啦 不是我嗎 不是 是軍輪吧 是 我還想說 這不是德德 我跟你講 德德跟軍輪打怎麼會打成這樣 軍輪跟德德 因為他們是真的打得好 嗯 那我就是 還好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傷心 可是 對啊 因為後面有補養那個事情 所以就會更安靜 就覺得 我應該如果把它拿下來的話 可能就不會 發生什麼事情 但哪有那麼多早知道的 而且 也不是說我想拿下來就可以拿下來 因為 其實對面不弱欸 對啊 很強欸 他們順便也很扎實 而且他們是一直一直比賽 一直一直比賽 對啊 因為我有跟蘭瑞一起練羽球 也是滿精實 男雙贏的時候 簡直就是看到一線升級 我在下場的時候 我還記得好像我有問 小潮還是老妹 為什麼 你們拿下來咧 然後他們就是一臉很驚奇那種感覺 嗯 沒想到 沒想到 但誰知道 反正因為他們上的時候我們也覺得說 補陽圈一一的這組合也超棒 因為他們皮克球 嗯 也是擺在第三點 就皮克球他們沒有打到嘛 對啊 那天有在想說 因為那一週的MEP是阿新 嗯 然後那週其實可以做給補陽 因為補陽的皮克球是我們那裡打最好的 所以但是因為不好意思 我們不小心下來 所以他就沒有機會上場 他都已經站起來 想說是不是要熱身了 就他沒有機會 你說對黃隊那天嘛對不對 對 我跟你們說黃隊那天 不是 就是那一場比賽 兩隊不是發球都一直失誤嗎 對 我必須要跟大家解釋 因為那個場地的風太大 風太大是一點阿 我自己飛出去也是 嗯 也是真的 我有一球真的超歪 歪到我覺得隔壁可以再開一個皮克球場 我想說 這兩隊是發生什麼事情 平常打皮克球練習時間也是蠻多的 蠻認真的 然後我就站在旁邊 我就知道 嗯這風真的蠻大 因為剛好旁邊兩台大的冷氣機 就直接往床內裡面吹 嗯 對啊 蠻多蠻多便靈的 對啊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好像在電視上 尤其是觀眾會反應說 為什麼要打皮克球 皮克球看起來速度很慢 NO 那是因為你沒有在 球網的對面 對 你只要看到那個球怪 其實在速度其實是非常非常快 當然 這些選手都是半路出家 我最近是參與了皮克球社團 之後我發現了 有神龜等級的皮克球速 好可怕 你居然可以參加皮克球社團 不好意思我放在別的重點上 沒關係 他想要再比一次 拔河跟龍舟 如果節目願意比 彩神道我也很高 其實是可以啦 要不然就比個全體或角力 比一些比較好上手的 進幾類 喔 因為彩神道有點難上手 那你說哪一些是比較簡單 不是啊 連足球這麼難上角的 我們都踢了 都踢了啊 而且還五人志耶 而且應該有很多人想要看我們打架吧 啊 我就想看到血流成河 誰跟誰有仇 那個紅隊女生 是不是跟劉欣宇有仇啊 OMG 應該沒有吧 沒有 不過只是 之底下互動都沒 剛好沒被拍到 很好笑好不好 劉欣宇他 他外表就看起來是一個女神 但上場的時候是一個女神經病 他傻傻的 就是 被有一種 的感覺 對 但他練桌球的時候 我又覺得他很像男生 真的嗎 我沒有跟他練過桌球 我又沒有跟他打過 完全 不會累 喔 我覺得最佩服他的一點 是他應該全身上 沒什麼痛覺神經 這是 不好的吧 哈哈哈 應該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都不太會痛 然後就可以繼續練習 他還是有在痛吧 排球直接打到臉 然後一秒彈起來 我都懷疑 他真的有感覺嗎 呵呵呵 欸我有被排球打到臉過 我什麼球都有被打到臉過 有啊 而且還有點輕微腦震盪 我記得是不是 對啊 那個排球我被阿興的沙球打到臉 足球 你知道阿興力道有多大 對 他是球還沒 球速還沒有丟出來 光他迴避還是什麼時候 然後他就會 有點怕人 我跟你講 我在練習開的時候 直接用臉接回去 吊在他們牆內的部分 然後等他 這也是滿分 哇好球 然後球 好痛好痛 欸比完蛋之後你們 應該就不會再吵架了吧 看還要合作幹嘛 因為那天大家有在討論說 我們要不要拍小影片啊 延續一下 然後阿興就說會吵架嗎 我就說一定要的吧 拜託請問阿興怎麼可能吵架啊 拜託趕快拍出來那些小姐的片段 欸真的很好看 我告訴你 我手機裡面有一個備忘錄 就是阿興危險發言語 請發出來拜託 大家都在敲碗 沒有沒有沒有 等阿興真的走紅的時候我再威脅他 看 我們 你要花多少錢買回來 如果來自裂口的話呢 大家就知道 我真的是誰了 我明白 大家不要看阿興就是 絲絲紋紋的樣子 他哪裡啊 長相 他長相是絲紋嗎 算絲紋的啊 像游欣生他怎麼會是絲紋的臉 我覺得是絲紋的臉欸 對啊像加深也是絲紋的臉啊 加深是真的 漢之就是鬆框的臉 但是絲紋的氣質 對吧 他有很近的時候也是最恨的 漢之啊 很有很近 但我覺得阿興跟你們吵架 這一部分 我覺得是最 最好看的點 嗯 節目好像都沒有過嘛 對啊好可惜喔 節目好保護我們喔 超保護的 節目有多保護我們 你知道嗎 有些事情我一直很走心 你說敬愛令嗎 我知道啊 你知道全民心運動會真的有敬愛令嗎 我不知道欸 我以為就只是大家就是講講而已 真的有敬愛令 不可以談戀愛 當然他沒有在合約上面寫 不可以談戀愛 沒有沒有就是 但是 就在一開始的時候 製作團隊就跟選手說 請大家不要談戀愛 因為這是一個認真真正的運動的節目 希望大家不要模糊小姐 對對對 不要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大家都在關注你談戀愛 對對對對 對 合理合理 那你知道最讓我不爽 可是關於親愛令的什麼嗎 什麼 他跟所有選手說 就是沒有跟我說 就是沒有跟我說 就覺得你不會談戀愛嗎 對啊 怎麼可以 怎麼能夠 所有人就說了 對 然後我就很孤單 然後說欸 你也知道這個嗎 我知道的時候 欸你也知道嗎 有啊有啊我有被講啊 我有被特別告知啊 問一輪都有 你知道誰沒有嗎 我就是立志要找到那個沒有被講的 我告訴你 連阿梅都有被講 你 等一下你的那個連出現了 對 馬上承認 連阿梅都有被告知 有敬愛令 就不可以談戀愛這樣 對 是小看我的戀愛能力嗎 對耶 對啊 你真的全部三隊問過一輪嗎 還是就你們對上 我就問了我們對上 你什麼時候發現的 我很早 我大概前第一個月 我就發現有敬愛令 天啊 然後我就決定要找到 那個沒有敬愛令的人 跟我一起配對 結果沒有 結果有 耶穂 誰 阿嘎 對不起我沒禮貌了 對不起 所以我們有共組了一連的CP 然後我就覺得 OK 可以了 這個玩笑OK了 可以了 有開過就好了 天啊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看三隊 我覺得大家三十多個人 感情都蠻好的 可是沒有誰跟誰之間 是真的讓我覺得 有談戀愛的化學效應 一本說 沒有敬愛令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種東西太難防了 可是 沒有耶 對啊 說不定有人偷偷談戀愛 但沒有 零 你有看到我跟Yuri的 羽球的照片嗎 沒有 喔你沒有看到 哪一個 你跟他的照片 我只記得 老妹的爸爸臉 哈哈 真的只記得老妹的爸爸臉 怎麼辦 那印象太深刻了 OK你看然後網友還叫我 放開他的手 我只記得好像是 一一好像抱著你的時候 他好像是你的女人一樣 我告訴你一一抱任何人 都長那個樣 嗯 喔有 這有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說 就是好像很有CP感 對 我跟妳講 前日跟任何人總共都有CP感 喔就好像那個時候 小曹幫他畫臉的時候 很像拍偶像劇一樣 對 天哪那個什麼 轉紅泡泡 我告訴妳要怎麼營造CP感 嗯 長得漂亮 The end 哈哈哈哈 長得漂亮笑 The end 難怪我沒有被請到 欸不要這樣子 我敬愛令呢 還我敬愛令 妳打扮起來的時候 是認真打扮起來的時候 超正好不好 妳什麼時候會看到我認真打扮 就可能妳參加就是頒獎典禮的時候 嗯對請讓我在入圍一座金鐘獎 對趕快請讓葉子玉在入圍一次金鐘獎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非常非常漂亮的打扮 謝謝喔 我正在那張照片大概停了大概十秒之九吧 妳是我金鐘獎的照片嗎 對然後妳在那張看 還真的棒 當第一吼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喜歡 對啦 妳看那個 造型團隊真的很舒適一樣 可是我覺得妳沒有上什麼妝欸 就很 乾淨 我有啦 我那時候 欸我那時候好瘦喔 我現在還瘦了 三次的東西 妳真的還很瘦啊 我現在 沒有啦我參加決定一支 然後可以就胖了 妳們訓練那樣這麼大還胖 大家都瘦欸 就我胖 沒關係 對人家是虛胖我是虛瘦 沒關係妳跟Like是可以當好朋友 Like 她也是加入全民心之後開始胖 因為都有一些點心啊等等 因為我都會帶一些點心給她去 妳們最多的應該就是瑞布 然後她們那一隊最多的應該就是 甜甜圈跟蛋塔 嗯 對就是一些點心類的 Like真的重很多欸 好想長出來喔 這可以講嗎 不要啦 只中是女人的秘密 而且Like是少女欸 妳知道為什麼我會開始就是 很認真的在恢復到去健身的狀態 原本都想說結婚的馬就有一點點擺爛 然後後來開始錄製了全民心運動會之後呢 所有人的腳都細的跟麻雀腳 然後我就發現我自己站在旁邊 一般我已經穿了黑色褲子 我看起來還是很短衣 所以我就決定去回到健身房 繼續健身 OK 太慘烈了 妳知道妳去健身房才不會更細的嗎 不是啊 但至少可以精釋一點 不要就是有點那種會晃縱的感覺 會晃縱的感覺 會晃縱的感覺 沒辦法 不一樣的身上任何一份肉都不會晃縱 它真的很細欸 我都好想說妳可不可以吃點飯 阿欣其實也是 我記得我好像跟他說 妳太瘦了 這樣不太好看 妳太瘦了 她說沒辦法啊 我有吃啊 幹嘛妳幹嘛摔 妳幹嘛摔 我也有吃啊 我也有少吃啊 沒有用嘛 筆子不一樣啦 等妳們到我這個年齡就知道 再跟我說妳吃不胖 不要威脅觀眾 哈哈哈哈 相信所有的女性 尤其是在過了28歲的女性之後 都會跟我一樣 心有氣氣焉 發覺瘦身這件事情到底有多難 嗯 好了 後面吃的差不多了 我們要跟觀眾朋友們說掰掰 掰掰 地獄來早餐 我們下次見喔